這間雜貨店很多本地人和旅客 都一定會來買東西或買手信 但他們第一件事 都會在這裡叫一杯咖啡 因為這些咖啡很划算 譬如我會叫一杯咖啡 我可以拿一杯咖啡嗎? 這一杯是一杯很漂亮的咖啡 很多人來到這裡會先叫一杯咖啡 然後就會上班或者繼續逛街 拿著咖啡一直逛街, 挺棒 你喜歡可以坐一張椅子 好,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站 這個堂, 很多小朋友 在芬蘭不同的地方住的小朋友 特地會來到Profu這裡 吃這個古代的堂 他們其實是像一個玻璃泡一樣 很硬的, 有不同的味道 譬如這個就是蕃茄蜜 這個就是朱古力味 然後這個是蕃蕃 然後就是香蕃, 芬蘭很出名的香蕃蕃味道 他們說是以前的年代的糖 如果你突然感覺想懷舊的話 你就可以來試這個糖 待會買一條來試試 然後我想介紹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的咖啡 因為為什麼我要介紹這個咖啡呢 我實在太喜歡有不同味道的咖啡 他自己加入了咖啡豆 然後自己加工了不同的味道 譬如像這個, 這個是蕃茄蕃蕃的咖啡豆 這個孔子可以嗅到 很香, 只有七個半歐羅 這個不貴 然後這個, 你不用分難語 你也懂得看是什麼 這個是咖啡的味道 你看看 我等一下又要買了 然後繼續看看有什麼 有些果醬、薯片、茶葉等等 很本地, 多數都是來自芬蘭的產品 人們會在這裡喝咖啡, 買東西 然後再出去工作, 或者繼續逛街 謝謝 這個厲害, 松露朱古力 很濃烈, 好的 這個味道, 還有大米的味道 大米, 看不看 有椰子, 有 這個這是新的味 他不停出一些新的創意 嘗嘗什麼比較美味 這個是椰子的味道 很美味, 咖啡 這個要試 這個是最原始的巧克力 他們一開始做的味道 就是做原始的味道 就是他們第一款的朱古力 又是可以試的 這個是甘草味 這個甘草味很特別, 甘草再加檸檬 好吃, 去那邊看看 昏蠻人很歡迎這裡的市民 出去戶外摘莓、摘蜜蜜 所以這裡也有很多香菇 出產的食材 例如蘿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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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都很受歡迎 這個很棒 這個是無乳糖奶油的朱古力 很少看到的 通常無乳糖的朱古力 可能在黑朱古力容易找到 但這個是無乳糖奶油的牛奶巧克力 我試試, 有沒有微笑, 現在試試 我剛才看他們說 整個芬蘭德這間朱古力廠 可以做到這一款 不太甜, 確實不錯, 挺好吃的 而且這兩個菇蘭, 我想買 糟了, 又想買東西 別管你, 買東西吧 別管你, 廚古力廢物 好看